哈喽大家好,我是许露,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奥特剧中,奥特之王是天花板级别的人物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存在 除非是很紧急的情况下 不然奥特之王不会轻易出手 那么都有哪些人物是值得奥王出手的呢? 就比如下面这四位 TOP4,巴巴尔星人 巴巴尔星人的实力并没有很强 但是巴巴尔星人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能力 那就是翼绒术 巴巴尔星人的翼绒术可以说是瞒天过海 一般人很难看出来 在雷奥特曼中,巴巴尔星人一容成了 阿斯特拉奥特曼的样子 去光之国偷走了奥特钥匙 结果被奥特兄弟一路追到了地球 连阿斯特拉的亲哥哥雷奥都没有看出 阿斯特拉是巴巴尔星人假扮的 还是最后奥特之王出场 才撕破了巴巴尔星人的假面具 TOP3,普莱社星人 普莱社星人被称为宇宙魔法师 擅长使用一些神器的魔法 同时也是第一个逼奥特之王出手的怪兽 初次出场于雷奥特曼中 雷奥特曼都不是他的对手 仅仅使用了几下魔法 就将雷奥特曼变成了一个小人 最终海沙特之王出场 救了雷奥特曼 将雷奥恢复原型 之后奥王和雷奥一起合作 才将普莱社星人打败 这个怪兽可以说是非常强大了 TOP3,布鸟 布鸟是布莱克指挥官派到地球的 也算是圆盘生物的一种 大家看他的头就知道了 布鸟的实力其实并不强 甚至可以说比较弱 之所以值得奥王出手 是因为布鸟很会使用禁谋 他绑架了雷奥的女朋友威胁雷奥 雷奥不得已 用自己当人之换活了女朋友 结果雷奥就被布鸟捆起来 带到一个阴森的地方知己了 幸亏奥特之王及时出现 要知道奥王的治愈能力可是非常强的 直接就将雷奥恢复得完好如初 TOP1,贝莉奥特曼 贝莉奥是光之国混得最好的叛徒 一出去就被雷奥朗多接人附体 实力大增之后 大脑光之国 整个光之国没有一个人打得过贝莉奥 还是奥王出场 才将贝莉奥关进宇宙监狱 后来贝莉奥被其他外星人救了出来 为了复仇 贝莉奥想到了自爆 他想让整个宇宙为自己陪葬 最终也是奥特之王出手 宇宙才得以修复 贝莉奥也可以说是奥王最难缠的一个敌人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小伙伴有不同意见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雪鹿哦 喜欢的话别忘了给雪鹿点个赞呢 想看更多的资讯关注我 抢先看我们下期再见